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小功能 大家都需要申请资料 但是你知道政府的语言跟我们民间语言 虽然都是用中文但是语言占有落差 所以说这个工具有两个重点 就是帮政府审查结果翻译成民间看得懂的用词 然后跟你在申请资料的时候 如何翻成政府种的用词 那今天要介绍的是你如何去申请资料的那个功能怎么操作 这里有一个我要申请的按钮 点下去的时候有很多步骤 然后出发吧 然后呢要先搜寻看看这个资料已经有没有已经申请过的 那我们今天就超过这个了 现在要怎么资料比方说 比方说要呃 全国公园 资料 然后比方说我要资料有 公园的地址 比如说地址 坪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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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错字没关系 然后呃 直数的数量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按下一步 这个东西跟什么政策有关 比如跟民生有关 跟呃 地理空间有关 跟 研究发展有关 然后你可以选择说 嗯 再来就是 跟金融呃 呃 普通有关 然后 选好之后 你比方也可以说 比如说哪里有这样类似的资料 日本 比如说 森林 计划 好 丸子 丸子是什么 比如说 GNB 好 然后 按下一步 好 有什么更多的建议 我好想要资料 啊 然后按下一步 它就会产生一个 你可以跟政府对话的内容 然后它在这边 然后 你可以按复制 然后 这里 我就把它贴上一下 好 就是这个内容 你就可以把它贴到 呃 国发会的 我要资料的平台 或者任何 比如说台湾市政府的 可能也有这样的东西 或者就直接记忆没有给政府 它就很贴心 告诉你说 我要什么资料 按照 需要什么栏位 需要什么资料 资料里面的什么栏位 基于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都把你选好了 然后相关的法规 这个法规 你政府应该要公开这样的资料 这样子 你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跟study的部分 我们就办理study完了 好 谢谢大家